昨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法气候与绿色经济论坛闭幕式上致辞时声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 下行压力在持续的增大 中国经济增速短期出现了放缓 其中也有加大结构调整严格实施环保标准等等因素的影响 这是一个结构转换动能转换的艰苦的过程 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方面绿色环保产业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中法双方可以在节能环保产业方面携手开展第三方的市场合作 这将给世界带来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 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实现可持续增长